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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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 我们最近换了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全新的办公室 这是一排书和书 这是书和书 然后这是我们的办公区 然后这是我们的官二爷 今天这集视频是我们搬家之后的第一集视频 打算去吃一个烤肉 其实不是烤肉 烤内脏烤下水 走 他们家烤牛内脏还是挺牛逼的 你吃牛肉 可以 吃牛肉 来到烤肉 吃牛肉 这个烤肉 的新鲜 在联合 加烤肉 大东西 是 能躁 加烤肉 点了他们家这个牛心,这个牛大肠,还有这个胸口油这些,然后请这个阿姨来帮我们一起烤,我先把这个拿过来啊,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气泡冷面,看这个气质。 啪啪啪在冒泡泡,但是我得先吃肉,所以这个我先喝个汤吧,这个冷面好吃,先把这先放一下,咱先吃烤肉,其实啊,你看咱平时出来吃烤烤,这日料烤烤,吃内藏的少,但是吃这种烤内藏在日本说叫什么,荷尔蒙料理,说是就是因为这个日本江户时期都不让吃肉, 到了19十斤了,开始这个,因为要强军啊,就开始准备吃牛肉的时候,在日本牛是非常稀少的,那会儿牛非常贵,所以就普通老百姓啊,就吃点牛下水,在这个日俄战争时期,这个日本的这个,对牛的需求量开始急剧上升,大家开始普及吃肉了,到二战之后,咱这个大量的增长, 然后也开始发展自己这个养牛味,好了,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就烤成这样是吧,对,对,这个胸口油啊,胸口是脆的,蘸它这个自己秘制的辣酱,这样还带点甜啊,微辣,太酥了,但是那个烤的那个牛腰,那羊腰感觉又不一样, 哎哟,但是我觉得牛腰都没羊腰的好吃,还是羊腰的好吃,这烤完了一口啊,那油,这是你们家的招牌菜是吧,这就是那个,这大肠里面是有馅儿吧,它是白油,里面有白油,所以一会儿你们都尝尝,大肠刺身,我现在尝尝它这个冷面啊,我其实就一直留着这个冷面,跟这个大肠一起, 哇哦,沙田吃着太爽了,酸甜辣爽,我克制一下,我就等着这个肥肠,按下一烤它开始缩,你知道吗,它就开始,越来越小越小,就,就,就原来这么大,大概缩到一半的时候,就剪开了,这里边搞搞的全是油啊,满口的罪恶, 这像就是,那种晚上回家,拿着最好吃的外卖,然后等着最喜欢的聚集更新那种感觉,这个白的它烤得像嫩的入口即化,特别的软有弹性,把这个跟面啊,插在一起 哇,这个就是这个,面是冷的,然后这个肠是热的,这个面其实很筋道,这个肠反正是现在入口一咬就化了,不然是配上这种面,吃着大肠就一点都不腻啊,其实今儿拍摄啊,我们是特地赶着下午两点多走就把它冷,平时啊,虽然现在北京疫情起来,但是这里也还是挺火爆的,阿姨会特别忙, 所以今儿下午,趁着阿姨空,一直来陪着我们再烤这些,谢谢阿姨,那您几点吃午饭了,了点,你吃午饭了吗,吃过了,吃过了,要不然我太不好意思了,没事,就我同事们他们也都没吃饭,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咱能不能多烤点都,就是我把堆一碗,然后把这一碗都扣到这边,可以啊, 这就是阿姨这么烤着,但是它烤了放到我这,我就会忍不住这样去加一下,然后您再帮我烤两个那个肋条的 我说你烤着吧,我先把里边这苹果吃了 没有没有,我再吃一口,我吃个白菜吧 这又说了快感炎厚,挺难的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等了半天,就是克制自己不吃肉,这阿姨给我攒完了这一小碗肉 我先吃一口,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我先讲,这个肋条,这个肋条太有含样了,这一口肋肝太丰富了 不过了 烤着这个 Vocêntu 烤着这么一把再来个冷面,你看 啊,这冷面上面瞬间浇起了一层油 我觉得在视觉上是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下次可以试一下白米饭 弄点酱汁 再配上这个 这可能更不一样 就生化了 但这冷面这么吃 也确实非常爽 今天这节目 差不多到这了 这是我们搬家以来的第一次录制 这个也特别感恩过去的一年多以来 两年了吧 这个视频道跟小伙伴们一起 共同成长 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做这个事 就做了这个事 从一个很小的一个loft里面 然后现在搬到了一个很宽敞的 一个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对吧 据说现在都得暗示 一二三三 对吧 暗示一下 是啥 自己心里有数吧 拜拜